国内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东北季风稍微有减弱 水气上面又变得更少了 各地大部分都是晴道多云 就只有在东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 五号要注意也是在中南部山区这个地方 跟屏东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但整体来说水气都变得比较少 那么在温度方面 各地早晚是偏凉的没错 但是中部以北移花的低温 比起昨天稍微回升一点点 大概是16度到19度左右 南部跟东南部的低温是20度 不过北部跟东部的高温 可以回升到25度到27度 中南部可以来到29度 所以满温暖的 甚至感觉还会有一点点热 倒是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 所以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保暖了 同时还要提醒您 桃源到台南跟恒春半岛野海空旷地区 还有澎湖金门 还是有比较强的阵风 至于基隆北海岸 东部跟恒春半岛野海地区 也很容易有长浪发生 所以如果您要从事海边活动的话 务必要注意安全了